各位觀眾大家好 新年快的 紅包拿來我喜歡乾爹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圈圈 我是小馬 又來到圈圈小教室了 那今天要幹嘛 我現在有個實力啊 我也是覺得莫名其妙被叫來拍片 好啦就是他們年前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整理完自己的頭髮了 但是呢我今天看到一顆就是 非常乾淨的頭髮 也沒有到很乾淨 還是有一點卡色 應該是我上上支影片 有說過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沐浴染的技巧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非常乾淨的 就是剛飄完然後褪色的頭髮 相信如果很多消費者 或者是你試射一試 應該會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飄完頭髮 然後客人回來說 欸我頭髮褪色好快喔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 去讓他快速的著色 然後或者是說 讓他維持比較久 有些人就會洗一些補色洗髮精啊 或者是角色洗髮精 我個人不太喜歡 那我個人就是每天洗補色洗髮精 甚至於是角色洗髮精 原因的話是因為高雄的天氣 比較潮濕 比較悶熱 清潔力沒有很強的情況下 他就沒有辦法就是 深層的清潔到你的頭皮 那接下來就是頭皮 會有一些乾癢的問題啊 或皮屑 或者是痘痘問題 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困擾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其實蠻愛護頭皮的 所以我今天才會想要跟大家分享 欸我現在如何就是延續客人 就是挑完頭髮 不想要再做那麼久 然後又可以快速的一個方案 怎麼樣去讓頭髮 在沒有非常受損的情況下又可以補色呢 而且維持度一定比角色型厲害唷 那我們就開始吧 雖然我今天是妳被我強迫來的 妳想要來什麼顏色 就不要太深都可以 那時候那一支那什麼 爆頂暈染 那個太綠了 那個太綠了 那不行 就是太綠 那個是後來好不好 是不是我跟你說 漂亮的顏色不一定適合長久 我今天讓妳許願喔 不要綠什麼都好 紅色 不要卡色什麼都好 好的那我就幫小馬 就是稍微做一個潤色的動作就好了 因為他不想要就是卡色 他想要這種粉粉白白的 當個少女好不好 換來粉色粉粉的一點點就好 我去年都是粉色我今天又要都是粉色 有沒有咖啡色 不要不要 看這個顏色的咖啡色 奶茶色粉很厲害 粉紅色 好 我在這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並不是配方或者是比例或是什麼 因為基本上其實你去操作 但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玩這些髮色 或者是你想要的顏色 很多人會在影片上會問一些 老師你用什麼樣的配方 或者是你怎麼樣會變成怎麼樣 但其實現場每一個客人的狀態都不一樣 包含就是他的頭髮出印法 或是戲弦法 或是頭髮有沒有卡橘或什麼 用一樣的配方他是沒有辦法完成一樣的顏色的 而是你要去練習 然後不斷的去玩看看比例的部分 那今天畫小馬的頭髮顏色是屬於 他髮尾的地方其實有一點卡色 但我們不在乎髮尾的地方 因為髮尾的地方卡就讓他卡了 而我們在乎的是頂部的地方是屬於比較白金色 但他又不想要卡色 那我今天一定要做一點點效果 所以呢我選擇就是加色料 所以色料就是你知道就是加上色 因為他想要藍粉紅色 但是我只會加一顆的紅 然後再加三份的灰 然後再調角色型 就是可以快速的讓他的頭髮達到一個均勻的方式 為什麼我懶頭髮就懶頭髮就好 為什麼我還要去加角色型這個問題呢 如果說當你瓢完頭髮已經很受損了 或是你剛瓢完他的毛眼片其實是膨脹的 色素粒子附著在頭髮上面 其實很容易就是造成掉色不均勻的問題 加角色型的話一來就是你在操作上會比較操作 洗髮精他裡面有一些質地 他可以比較深入的滲透到你的毛眼片 他只是補色功能 所以基本上比較不會說可能有卡色的問題 再來 最近很愛用的一個灰 還有因為我不想要讓他就是很不穩定 所以我還是想要有一點點奶茶色的感覺 那我就必須要再加一點點N 激色的部分 激色的部分的話 其實你少量的咖啡色可以去穩定它的顏色 比較不會說可能你染起來就是誤會異常 或者是太紅啊 或者是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 那我全部只用了20克 再來的話雙牙的話我可以用1比2 6% 之後呢這大概40克嘛 然後我就會加大量的角色型 我的角色型為什麼不要在洗頭的時候用 其實我們一開始使用沐浴欄的時候啊 也很常就是在後面去做乳化動作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其實對消費者來說有點不太舒服 二來就是如果說注意在操作的時候啊 可能沒有辦法塗抹均勻 我就會覺得它根部的地方會沒有那麼的均勻 那麼的漂亮 所以的話通常我在做的話 我都會先把髮根上完 然後再去後面乳化 還有一點就是你如果漂完頭髮的時候啊 染膏盡量可以就是先擠出來 讓它稍微氧化個5到10分鐘 這樣的話對於客人來說 比較不會有刺激感 或者是比較敏感的問題 為什麼我會加洗髮精的原因也是 一來它就是很快速的上色 然後均勻 客人的痛苦程度也不會那麼高 然後二來的話就是可以讓你染起來顏色啊 是比較灰霧感的感覺 然後又不會感覺好像頭髮太飽和 所以我才會選用沐浴欄 沐浴欄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怎麼樣上會比較均勻 你就把它當染頭髮 它只是比染頭髮再快一點 然後吸收比較快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快速的去後面做乳化的動作 其實我很常把它用在光線染啊 或者是挑染的部分 或耳圈染之類的 再上這個的話 就是讓它有一點點 欸角色的功能 那今天的話就是 拳頭沐浴欄 然後再來你看它的頭髮 這麼受損 如果你今天用懶膏 然後用一般的配方用1比2 這樣直接上的話 其實很容易不均勻 而且很浪費懶膏 浪費懶膏是其次啊 啊不均勻 又浪費懶膏 這就不行 我才會選擇就是加洗髮精 首先我們就是要把這個一頭爛髮給梳開 因為其實它髮尾的地方有卡色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只是想要進行一些角色的部分 讓它顏色看起來比較更神奇人物 所以就是不太需要一次就是 髮尾的地方也要全上 今天上完根部的地方 它根部吃色的速度比較快嘛 那上完之後啊 我們再去上髮尾 就會有一種暈染的效果 不外乎消費者就是想要看到它 每一次起來的樣子都不太一樣 然後很好看的樣子嘛 就是新鮮感我覺得 其實是現在消費者還是會比較嚮往的東西 但新鮮歸新鮮就是還是要以適不適合 自己本身為主 我們大概其實就是操作 根部一半以下啊 我就會整個先染完 染完之後啊 就可以去後面躺 這樣的話比較快 那操作的時候啊 你剛剛上的沐浴欄的配方啊 你就可以就是在髮尾的地方 可能就是再加一點洗髮精 然後去做起泡乳化動作 那其實這個方式的話 就會很快速的打到客人想要的粉粉灰灰霧霧的感覺 但又不會很久 有些設計師他的 他調的東西可能不會給你很多 可能只有剛好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去想說要平均分配 不能一下子就是 可能全部都上在髮根的地方啊 或是頂部的地方 這樣才會比較均勻喔 怎麼判別它已經過的時候就是 拿起一片頭髮 然後把它從髮根的地方到髮尾 把它刮掉 然後去看一下你的顏色 覺得哪裡比較白的 或是你覺得它近色的感覺好像 沒有那麼均勻的地方 再給它多戳一下 大家就是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如果當你沐浴欄的時候啊 你也要看一下 你本身想要讓它留的顏色是什麼 就像我剛剛有點想要讓它包起來停留 但是我又覺得 好像髮尾的地方擴色會太多 所以我就必須要先把髮尾的地方沖水 因為卡色的地方其實它原本就不太會近色 因為我們用的顏色是比較粉物感的 我就先把它的髮尾的地方沖掉 那再停留一下 那如果說 你今天在操作的過程你色料加太多 不小心變得太明顯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洗髮精加熱 就是把它的頭髮用洗髮精 然後稍微停留一下時間加熱 它的顏色的話 在掉的速度就會很快 因為漂泊的話它近色快 然後推色其實也會很快 你生日快樂 我沒生日快樂 就是希望我可以就來就來就來 然後後面也可以就來就來 五四三二種 好了我們結束了沐浴欄 由於冰角的地方屬於比較就是受損的 就是比較細軟比較受損的地方 所以呢瞬間給了它一個耳圈籃 再來就是達到小馬的要求就是沒有變身 對所以大家可能在鏡頭前面會感覺好像有一點誤會一場 但其實就是把它的就是頭髮的內部的黃角色交掉 那交掉之後呢它頭髮就會有一點白金仙女感 所以呢我們就完成了 阿喜歡我們的人就是繼續追蹤我們 以下就是很想看的影片可以跟我們說 謝謝掰掰 掰掰